本节目由牛拜网赞助播出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前几天的时候 这个网上不是泄露了很多国防部的一些机密的文件吗 当时一直在寻找到底是谁做的这个泄密 动机是什么 但昨天已经找到这个主要的嫌疑人了 而且这是一个21岁的空军的国民兵的这么一个 这叫什么 还不是上士 是上等兵 很军阶很低的一个年轻人 现在已经给逮捕了 所以我们把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 跟大家稍微的来讲一下 看看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到底是怎么回事 这个就得从国际网络的一些阴暗的角落开始说起了 这像是一个大城市 这个大城市当中呢 有非常显赫的人物 他们在老百姓生活中处在占焦点的位置 聚光灯照在他们的身上 同时呢 也有些默默的老百姓 生活在这个城市里 但是在这个城市天黑了以后的一些角落里面呢 有这么三五成群的人 有的人呢是在路灯下面集合在那 有的人呢干脆不是在路灯下面 他是在家里面 在车库里面等等 这是一个小小的比喻了 就是告诉大家现在的国际网络 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一个不知不为人知的聊天群体当中 好 那我们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做聊天群体 有一个网站呢是2015年成立的 叫discord 如果翻译成中文呢就是不和谐 大概是这个意思 那你从他这个网站的 或者平台的名字 你就可以听出来 他呢就不想叫做主旋律 他就是想让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跑到我这上面 这个网站我是没听说过 我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 但是告诉大家 从2015年成立到现在 他上面的用户 1.5亿人 所以这是一个有相当多用户的人 在这个平台上面 就像是微信啊 像是脸书啊一样 你可以成立自己的群 你比如说微信 可以三个人拉一个群 三百个人拉一个群 所以在上面呢 各种各样的群 其中有一个群呢 它的名字叫恶棍帮 这个中文翻译成 或者说它的英文叫做 Thug Shaker Central 很多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个呢是一个叫做内部的笑话 也就是说只有在这个群体的人 他理解为什么这个群叫恶棍帮 这些人呢是志同道合之士 因为他们都是上到了那个不协调平台上面 通过各种各样的聊天 聊天的房间呢 好发现 原来我们这几个人呢 挺合的来的 所以他们就进到这个房间 就自己开了这么一个房间进去了 这个房间呢 最多的时候也就三十个人 但是他们是一个特别关系密切的群体 一个房间的创办人叫OG 这是英文的originator的缩写 创办人是一个叫Jack Teixeira的 21岁的 或者当时可能还不到21岁 还是他所创办的这个聊天的房间 就等于他到酒店里开了个房间 大家进去 等于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昨天下午 在Massachusetts 在麻省波士顿 旁边35英里旁边的一个地方呢 这一个叫Jack Teixeira的男青年 穿着红色的短裤 我说波士顿 挺冷的 穿着个短裤T恤衫 就被从家里带上来了 而这一幕立刻就风靡了整个的网站 对 当然他是从家里带出来 可能在家里边还比较暖和 开着暖气 警察给穿个衣服啊 我就这么给带出来了 就带出来了 好了 那现在的情况是 这个年轻人啊 Jack Teixeira 他怎么是被当成了主要嫌疑人呢 其实这个又是跟网络有关系 当然跟其他的一些细节 也是有关系的 首先呢 人们就发现说 这个泄密的文件很多 都是最早从这个 Discord的这个地方出来的 从这个网站出来的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当然就找到了 从这个网站的哪一个聊天室里头 给发出去的 大家都知道 因为他们刚才说过了 这些聊天室啊 这些群呢 他是invited only 他是不是说你想进哪个门 你就可以进去的 他是私聊 就等于是你必须认识其中的某一个人 人家邀请你进来 对 你才能进来 所以呢 他们这个二三十个人呢 是经历过这个疫情啊什么的 还都是相当紧密啊 这些人 据说有共同的爱好 比如说都喜欢枪支 顺便说一下这个Discord的这个本身网站 他就是更比较多的都是年轻人 大概都是在18岁到24岁以下的人 据说是占70%呢 你想他21岁 他是最大的 对 他是年龄最大的 下面都是14 15 6这样的人 没错 所以呢 这是 就是这么个情况 好了 大家都喜欢枪支 大家有的时候分享一些内部的 刚才说的这个内部的笑话什么的 据说有些笑话还是有种族歧视的 我觉得那些可能不是笑话 就是那些包括把那个希特勒的 那些纳粹的旗子亮出来啊什么之类的 没错 他们有一些口号 有一些分享的内容什么的 是种族歧视的 是歧视犹太人啊什么的 这些的 这是第二 第三呢 就是他们都喜欢电子游戏 就是网络上的打这个电子游戏 所以呢 就当然还有一些宗教信仰方面的分享 所以大概就是 就是大家在这方面呢 是有共同的兴趣的 那为什么会找到 这个人觉得他更有可能呢 有几个小的事情 引起了这个联邦调查局的注意 一个呢是 这个Deshire 他在自己的这个account上头呢 有一些照片 他家里面的这个照片 这个照片里头 他们想到的是 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家里比如说厨房的那个 那个灶台 或者说是厨房那个 那叫什么呀 就是大理石铺的那个 大理石台面 上头的那个花纹呢 和他后来拍那个 不是拍的照片 发到网上去吧 那个边角旁边的 那个大理石的花纹 露出来是一样的 这个pattern是一样的话呢 这马上 人们就引起 哦原来拍照的这个人 放上去网 放到网上的这个人 那家里头不是就跟他是一样的吗 顺便人家又到 他的一个直系亲属的 这个账户上再一看 那直系亲属的 现在没说是谁 但就是直系亲属 这个照片当中呢 也有这个台面的花纹 所以这三者一对起来呢 联邦谈权局就认定了 他是主要的嫌犯 我们YouTube的SUNCast 告诉我们 昨天波士顿85度 哦 比我们这儿还能网上呢 所以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他穿了个红色短裤 从家里就走出来了 那么我们就来再看一看 这社交平台上的 刚才说的这个 所谓阴暗的角落 这个角落呢 刚才说 因为他是只有这么二三十个人 而且谁都知道是谁 所以 怎么说呢 这个长得漂漂亮亮的小伙 你看啊 真的 那个样子 很漂亮 你说他Jack Tashier 他是不是泄密的人呢 这个答案特别奇怪 叫是也不是 为什么呢 先说为什么说 他是 是肯定他把这些文件 拿回他家的厨房的嘛 这是肯定的嘛 他拍的照片嘛 这肯定已经 拿回家就已经泄密了 你就根本 没有拍照片 没有拿到 你只要把这个文件 从你上班地方拿回家 这已经泄密了 所以从这意义上 他是泄密人 你拍了照 又放到网上的这个 聊天室里面 那更是泄密了 那怎么就不是泄密人呢 又在这儿 他放在这里面呢 他一点想泄密的动机都没有 至少现在是这么的分析 为什么呢 因为很简单嘛 如果他想泄密 他不就像是斯诺登一样的嘛 就啪的一下 就功诸一众就完了嘛 何必这样呢 所以他的动机是没有的 他呢 也顺便告诉大家呢 就是 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他在这个里面 也谈了很多关于 信仰方面的东西 然后直到 后来 等会告诉大家 这个事是什么叫做 东窗事发的 事发了以后呢 他留了一个 恨不得就像是那个 自杀的那个绝比性 对 他留了这么一段言 上帝啊 祷告啊 哥们 诸位哥们们 就跟他那二三十个人 他说再见了 他说 我爱你们 我从来没有想到 这个事情会这样的发生 所以呢 现在已经发生了 我也没办法 只好交给上帝了 我祈祷 我祈祷 我再祈祷 我再祈祷 其他的做不了了 让上帝决定我的命运吧 就是他知道 这事麻烦了 是麻烦了 是什么了呢 就是刚才说 在他这个 二三十人的 小的聊天室里面 有一个 不知道是真名 假名叫 卢卡 17岁的 来自于加利福尼亚州的 玩游戏的这么一个 大概是男孩子吧 现在知道他17岁 他看到了以后呢 他完全没有意识到 这些文件的重要性 他可能是没有意识到 这可能是杀身之祸 这是稍微用了夸大一点的词汇 他到了Discord 另外的一个区域里面 聊天的时候 在聊到战争的时候呢 他为了证明自己的 一个什么观点 可能是跟谁吵架 他就把从刚才说的 那个小房间里 截屏下来的一些文件 就扔到那里面去了 他也没觉得 这个事情有多大 那么从那一秒钟开始呢 这个事态就走向了 一个不可收拾的 这么一个情况 这帮人玩这个游戏叫做Zomboid 这是说肯塔基州 被僵尸占领了 这些人拿着枪 去打僵尸去 那为什么要成立这么一个聊天群呢 就是在这个玩游戏的时候 因为他是真人 他不是跟电子游戏 是跟电子 但是真人 那万一我这被这个僵尸攻击了 你在那边帮我掩护什么之类的 他是这种游戏 互动的 就是团队 团队的游戏 所以他们特别心 那稍待会再告诉大家 这个年轻人 他的家庭是怎么回事 以及为什么疫情 促成了这帮人的友谊 欢迎你去收听 由中讯和高年为你主持的 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 是这个国防部机密文件 泄露的这个主嫌犯呢 昨天被警方给抓住了 被FBI给逮捕了 先是到他家去搜查 搜查完了 马上就把他给抓住了 那么这个现在动机还不明 但是听他的就是他刚才说的这个聊天群组里边的人说呢 说大概他的主要的动机 第一个是叫做Inform 第二叫做Impressive 就是第一个就是要他的这个聊天室里边的那二三十个人啊 知道一点真相 因为他据他们说在他们的一个二三十个人的小组里边呢 有一些人是来自于俄罗斯和乌克兰的 所以他们对俄乌战争倒有广泛的兴趣 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据说从去年二月份开始 这个Deshire就已经陆陆续续的把一些文件 一开始的时候呢他不是拍照放上去 一开始他是转抄 把文件当中的一部分内容呢 自己打出来以后放到网上去 意思是告诉他的这个聊天室的人 你们不要完全听信这个媒体告诉你们的事情 实际上的事情并不是这个样子的 他意思是同时也有点炫耀的意思 就是说你看我的这个工作岗位啊 让我接触到很多一般的人接触不到的 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我呢跟你们分享一下 告诉你们一下 意思是挺了不起的这种事情啊 所以但是呢他同时也告诉他这个小组里边的人说 哎你们看了就算了啊 别把这些东西传到外头去 他还告诉人家别传到外头去呢 所以实际上他这个泄露这个机密这件事情 泄露机密文件的这些事情呢 从去年就陆陆续开始了 只不过一直没有出这个小组的名这个范围 所以大家也就都不知道 在老百姓当中一句话 就是当一个人跟电影跟说这个事情你可千万别告诉别人啊 他翻译成自己的任何一个国家语言就请你告诉所有的人 对不对 您这照片照片也发了 文件文件也发了 这已经叫泼出去的水啊 收不回来了 还有你说了算呢 对不对 但是呢也可能是出于天真 你刚才说的也可能是出于虚荣 那也可能是出于对某一些事情他真相啊 他盖不住 什么叫盖不住 我们知道有些人啊 你是不能告诉他任何事的 你告诉他以后他简直就像是如果要不讲了以后就如坐针毡啊 他就这一天是根本是过不下来的啊 他可能是属于这 那么以上的所有的都是猜测 今天其实已经开始了啊 那边的大波士顿的时间上午十点现在已经过了啊 他已经出庭了 那么接下来漫长的审理 对他的审理呢 是建筑在或者是对他的起诉叫做间谍法案 这个间谍法案呢 他伤害的不是个人 他伤害的是一个国家 这个要是构成叛国罪等等 这终身监禁啊 他21岁 等着吧 那接下来这个审理 不管你到时候是怎么辩解 说我只是出于一些虚荣啊等等 这些法律就是法律 而且呢 可能会比较研判 这当然还是一个事先的一个预测和分析 因为只有研判才能防止未来的类似的情况发生 就等于有点杀一惊百 看你再泄露国家机密 泄露以后你就是这个下场啊等等 当然法律不是一个情绪 就是他有非常清楚的写着你犯的是第几款 第几条 那在这种情况下 你的严重程度到了什么样子 然后应该是要靠什么量刑 它也是一个非常技术的一个层面 但是不管怎么样呢 它至少未来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呢 也就跟这个事件没什么关系了 就可能就是关在监狱里了 那么接下来人们就要问这样一个问题 他一个21岁的麻州空军国民警卫队队员 低阶的一个军人 他怎么会拿到这么机密的文件 所以接下来更大的一个调查是 在美国的情报机构 在美国的军人当中 有多少漏洞 因为现在初步的报道 就是看到 是这个21岁的年轻人 他所拿到的这些机密文件 有多少人可以拿到呢 我今天早上看到国防部的一个人说 数千人 所以这些人呢 他们每一个人都不是机器 他每一个人都是个人 他都有对战争的看法 对政府的看法 有自己的宗教信仰 有自己的道德的观念 比如像之前我们介绍的 过去叫Bradley 后来叫Chelsea Manning的这个军人 变性军人 还有Edward Snowden 这些人呢 他们都出于强烈的反战反政府的 一些个人的理念 他们认为是牺牲了自己 而为了服务民众 或者为了让大众获知真情 他们最后有的跑离外国 有的是锒铛入狱啊 在监狱中还自杀一次 对不对 所以就是这些人他是有理念的 而我们今天说这个21岁的Jack Teixeira呢 显然至少现在为止 他并没有强烈的反战啊 或者反仇恨政府 他显然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但是他所大概没法控制的 就是这个东西 一旦杀出去 这个鹰杀出去 没飞回来 这个其实美国守不住秘密 这个美国的情报机构的 或者机密文件的这个漏洞很多 这个早就知道了 从2010年斯诺登 从把很多的东西给维基解密 然后放到网上去开始 一直就出现这样的问题 所以而且刚才说的什么 不管是曼宁也好 不管是这个斯诺登也好 他们也都不是高级的 他们也都不是高阶的这个情报官员 也都是属于比较低阶的 但是尽管低阶 但是他们是属于技术 就是说电脑方面的这些人 他们可以有比较高的 那个背景调查和接触机密 更高阶的机密文件的 那个等于是通行证一样的 所以他们可以接触到 这个高阶的文件 但是你接触到呢 你要想接触到 你首先得经过背景调查 你得签各种约 先不要说是间谍法案 就光那个违约那个 就已经构成犯罪了 是 那是肯定的 所以现在我看那个国防部部长 已经说了 说这件事情发生之后 当然又使得很多的盟友啊 使得很多的国际上的很多的国家 对美国再次不信任 然后再次感到这个 怎么又是大规模的监听了 怎么又是这个 我今天早上看的 还监听的 还有联合国秘书长呢 对 联合国秘书长也监听了 当然这次各国反应 不像2010年那么严重 就是稍微温和一点 大概人们也习惯了 被监听 或者得理解了 因为这是处在一个战争状态嘛 我们毕竟需要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盟友我也要了解 是 2010年的时候 那个反应是非常激烈的 这个德国的总理默克尔发现 他自己的手机被人监听 当然非常生气 然后告诉美国总统说 对盟友监听是不能接受的 这个非常重 当时的那个巴西的总统 鲁塞夫也是被监听了以后 他也非常生气 当时那个奥巴马总统给他打电话 安抚了20分钟 没用 非常愤怒 结果愤然把下一个月 他就要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 就取消了 然后在联合国大会上 还专门把这件事情提出来 谴责美国对盟友之间 盟国之间本来应该有的这个信任关系 等于是蒙上了一层阴影 所以这次呢 好像大家反应都比较温和 原因是上一次 有两个事情 让人家突然意识到 说自己的受监听 一个是各国的首脑被监听 另外一个呢 就是当时也泄露出来说 美国对自己国内的 很多的平民百姓和商业和政治方面的领袖 经济方面的领袖 也在进行监听 这个事情呢 让大家突然意识到说 哎呦 我的这个隐秘 我的这个隐私啊 看来是没有了 保不住了 那个时候呢 大家这种情绪比较多 现在大家都知道 你根本没有什么隐私了 对 再说一下 Jack Teixeira 这个21岁的年轻人 他呢 在年龄比较小的时候 父母就离婚了 跟着妈妈在一起生活 也许 也许咱们也不知道他的性格是怎么样 他内向还是怎么样 但是呢 他有一个志愿 他从小就想当兵 家里也是一个军人之家 所以后来他在高中毕业 大学还没上 他就去当兵 加入到了美国的 就刚才说的空军国民警卫队的后备役 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 他高中的毕业典礼 他都没参加 人一生就这么一次 高中毕业典礼 为什么呢 因为他跑到德克萨斯州 去进行军训了 作为后备役的军人 叫你去你就得去 至于你什么结婚 什么毕业 那对不起了 这个你得服从 你既然签了约要当这个军人 但是你可以想象呢 他是想当军人的 在疫情期间呢 很多公司也不上班了 在家了 然后学校也关了 这段期间呢 就在Discord这个网站 其实在Zoom 在很多其他的平台上 很多人都聚集在一起呢 相互的找到了一定的安慰 而他后来所成立的这个 Thug Shaker Central 他成立的这个聊天群 叫做恶棍帮啊 就在疫情当中呢 给这个群组里的二三十个人 带来了很大的 咱们就是可以说是帮派之间的 类似帮派帮的关怀 为什么有些人会加入帮派 我们说他不是社交平台上这种群聊 就是因为他可能在某些地方 我得不到的关怀和温暖 在这个地方得到了 所以他觉得有了这一份的照顾 和有这一份的依靠 将来在外面 谁敢欺负我 我回去一声召唤 我跟你蒙打一顿 或者怎么样 有这个后台的支持 还有温暖 给我提供一些各种各样的 我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一些好处 所以这个平台现在里面的一些人呢 也接受媒体的访问 也都坦率地讲 就是这个平台在疫情期间 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让他们的友谊加深了 让他们互相的 给互相提供各种各样的安慰 这也是一个特殊的情况 当人和人之间呢 我们知道 获得了足够的信任的时候 他就不设防了 他就开始往外扔这些东西了 对 我刚才看那个网上是说 他已经出庭了 然后现在被两项罪名所起诉 司法部队他提出两项罪名 这两项罪名最高的息息呢 是15年 各15年 不是 好像是一共最多是15年 所以可能他的性质 并不是那么严重 所以想象当中的 好像比想象当中的 要稍微要轻一点 可能还有动机的问题 对 因为他并没有真正的 想要泄露出来的这个动机 所以 当然 以后是不是有新的东西发现 或者有新的起诉 咱们不知道 但是反正现在刚开始 这个案子 所以随着调查的进展 随着对他动机逐渐的了解 可能还会有新的东西跟进 但是至少目前看到的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